A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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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不是那麼細 投票嘛 反正你們有六個人嘛 覺得A的舉手 2票 覺得B的舉手 1票 2票 我覺得迷信啊 那我覺得你們可以選D 以你們的速度 有選的都不要選 選D的舉手 那就選D C好了 C C喔 一起來看是不是為了迷信呢 來 拿錯 爹 我認識你們嗎 我認識你們嗎 好 訪人 那很難 對 我前陣子家裡剛好有用過 所以這題我知道 因為我們家長的那個小小的米蟲 對 那因為米蟲是其實有點潮濕 所以米蟲就會增生 牠就會那個孵化 怎麼會這樣罵妳呢 妳都有出來上班啊 不是 這真的有米蟲 真的米蟲嗎 對 黑黑的米蟲 雖然我也黑黑但我不是米蟲 黑黑的米蟲 我想就妳了 對 然後我媽就放了大蒜進去 大蒜是可以防霉跟米蟲都可以 牠家住在水風 在八度 還有 跟Mono 跟Mono一樣 那也比較潮濕 潮濕 另外一個也可以 就是乾的辣椒放進去OK 放乾辣椒 乾辣椒也可以防米蟲跟防霉 對 生活小嘗試 好不好 厲害了 目前成績播報一下 來 目前Magic Power付8千塊 他們是Magic Power 1 2 3 4 5 6 有6妹 6妹 6妹 1妹的幾分 1妹 1妹的影評0分 好 國畢哥付1萬5千分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沒有收詞感 去1萬5你還比 像話 好 想說分數比較高 最高的是元甄 一直被讓大家說笨 但是很高分1萬5千分 1萬5 回合以搶答的方式來搶得發球權 答對題目或陷害他人成功者 就可啟動惡魔的條件 產生大逆轉的機會 每個條件只能使用一次 4位參賽者可得好好把握囉 大家公認最笨 但分數也最高的冯淵珍 很幸運地抽中超級大紅包 王影平是搶奪獎金 Magic Power 6個臭皮匠 雖然無法勝過一個諸葛亮 但是比你多1千隨時能翻身 馬國畢則是抽中政府編號 贏面也相當大喔 第一道題是跟指甲有關係 指甲的 一起來看看題目 來 許多愛漂亮的女生 除了打扮美美的之外 也會做指甲彩繪 請問指甲的成分有9成以上 是由什麼成分構成的 指甲的成分 這個要有人來搶答了 好不好 請搶答 YE 這樣就可以按 要YE喔 要YE喔 好 請快按鈕 YE 這個不是好不好 請搶答也是情歌 這個差點按下去 差一點點 有YE什麼的 請搶答夜問 夜問不行喔 差一點 來搶答吧 YE Oh Magic Power 對 誰剛誰按你按了是不是 漂亮 那麼這道題目 指甲9成以上是什麼構成的 是 答不 答 答 答 確定嗎 答吧 答隊才能啟動 答隊才能啟動喔 你給別人打 他答錯 你們也可以啟動 不要 不要打 你們現在都自己答 都答錯耶 對 你知道嗎 還是讓別人出事 而且六個人 當初還有數學系 白念了 怎麼樣 誰來 我們不打 我們給別人打好了 給畢哥好了 畢哥 你真的 我開過指甲彩繪店耶 真的 真的 但你不一定知道那成分啊 我怎麼 指甲怎麼不知道成分 我跟你講 我真的有 有做過 真的有 那還是你吧 我答嗎 答了 國畢哥 要走到 你感覺說那個 很瘋 完蛋了 完蛋了 No 好 請出題 請問指甲成分有九成以上 是由下列合者構成的 A 蛋白質 B 甲 C 鐵 D 鈣 怎麼跟我要的答案啊 不然你以為是什麼 不是 畢哥 那個啊 那個 腳直啊 喔 腳直最多 喔 腳直成那個腳直啊 那是皮膚才是腳直 腳直都要把它去掉耶 喔 好了 有沒有答案 呃 這個有求救嗎 可以 求什麼救啊 我覺得是 B 鈣 鈣 是嗎 對 一起來看看是不是鈣呢 來 預備 來打承 Oh No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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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欸 今天突然那個畫面提供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感受 唉唷 畢哥 以後就不用發人家來那個 就下一集 下一集的來賓 下一集的來賓 然後弄 對 然後他內心的憤恨再移植到下一集 對 說的也是 對 但我們待會兒可以留下一集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很歡迎 但我忘了告訴你 這是什麼今天錄的最後一集 蛋白質 正確的解答是蛋白質 是嗎 對 唉唷 等一下等一下 他有個十字型耶 那個好像眼睛對稱的感覺 他一個特寫有沒有 好好笑 那也這樣啦 對啊 回去回去 正確答案蛋白質 所以你們搶到的是 比你多一千 啟動 那會變一萬六了 好厲害 比楓淵珍還要多 六個臭皮匠 果然勝過一個諸葛亮啊 Match Power 率先啟動比你多一千 目前以一萬六千分佔據第一 希望你們繼續保持下去 最後成功將獎金帶回家 那你們這個牌子已經不能用了 所以你們也要請 好 下一道題目 下一道題是跟動物的習性有關 動物習性題請出題 請出題 人家常說燕子低飛代表快要下雨 請問下雨天前燕子低飛的主要原因為何 好 前面不管 不管 不管講什麼聽到耶 耶 耶 什麼什麼耶這樣就要講了 耶 畢哥 你很有把握對不對 給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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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有把握 不能害他 幹嘛 是我想說 我按道理說我要想害你可 不是你來答的 害人是誰不可有啊 來… 我還想說你還要把握 漂亮的王穎萍小姐 請出題 請問下雨天前燕子低飛的主要原因為何 A 羽毛變重 B 低空密實 C 怕被雷擊 D 找地方躲雨 這這麼簡單 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的啊 我以為你這麼有自信 沒有喘答案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講出來 我的答案是B 低空密實 對 喔 下雨天 晴天 他們可以飛比較高的地方密實 可是剛剛畢哥有陷害人成功喔 你相信嗎 那是羽毛變重 有可能喔 屍氣很重 屍氣很重 羽毛變重 他可能剩一隻翅膀在那個啦 飛 然後一隻手要遮著 然後一隻手要慢一點 我選B好了 我選B好了 低空密實 一起來看是否正確答案 不要 恭喜答對 因為 燕子呢要吃什麼 吃什麼東西 食物是什麼 蟲 蜻蜓 嗯 還有蟲啊 有翅膀的蟲 但是蜻蜓的時候 也就是快下雨的時候 蜻蜓會低飛 然後所以燕子會低飛 要去吃那個蜻蜓 嗯 就是下雨的時候 其實剛剛有講到那個 濕氣會變重嘛 所以昆蟲的尾巴就會變重 翅膀啦 翅膀會變重 翅膀會變重 然後就會往下 所以燕子就低空飛行去 對 你本來是負兩萬啊 他本來負一萬 負一萬五啊 然後影評答對了啊 他不能啟動還反倒被扣分 你負得更嚴重 但是我還是有機會啟動對不對 還是可以 那如果我啟動的話 我就 然後突然間變正 對 厲害啦 是 一起來看下一道題目 來 下一道題跟生活用語有關 一起來看看題目 來 閉門羹的由來是 古時候拒絕見客時 會放一碗羹湯在門口 不讓客人進門 請問 閉門羹 原是指哪一種人拒絕別人進門 喔 哪一種行業的 吃閉門羹 為什麼吃閉門羹呢 注意喔 有耶才可以耶喔 來吃閉門羹啦 開心了吧 開心了吧 打不打 搶奪獎金耶 打不打 搶奪獎金 你就是第一名啊 對啊 現在原真緊張了 你要打 他這個答對的話 搶了1萬6 等變2萬1 今天的冠軍 搶不搶 搶好了 好 請就定位 Go 自己搶他看 請出題 請問閉門羹原本是指哪一種人拒絕別人進門 A 輕柔妓女 B 政府高官 C 私塾老師 D 餐廳老闆 厲害啦 這個題目真的有典故了 典故的 這邊有人說C 為什麼 有典故嗎 這個 不鋪陳直樹的 直接就講 國畢 燕子低費 我覺得有可能是A A A A喔